美丽富饶的南海上分布着200多个岛礁 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这些岛屿像一串串明珠 镶嵌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 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岛礁塑成 陆地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 其中永兴岛最大 面积3.2平方公里 现在是海南省三沙市政府所在地 西沙群岛距越南线港约400公里 从1950年代开始 南越当局就寄于西沙群岛 1973年 深陷越战一潭的美国从南越撤军 把大量装备留给了南越软文哨当局 南越当局接收了美军的几艘千吨级舰艇 在装备上比中国海军具备了明显的优势 因而加快了预谋已久的对中国南海的入侵行动 侵占了永乐群岛中的珊瑚岛 并不断在西沙海域骚扰我渔船 1970年代 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海军建设受到影响 南海舰队的四艘千吨级护卫舰全部失修 无法出海作战 只有几艘百段级护卫艇 猎潜艇和扫雷艇 能勉强行驶到西沙海域 我空军主力歼6战斗机的航程短 到达西沙海域流空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 空中打击和掩护能力很差 1974年1月15日 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 派16号驱逐舰侵入永乐群岛海域 对在甘泉岛附近生产的中国渔船进行挑衅 并抛击甘泉岛 16日 又增派4号和5号驱逐舰及10号护卫舰 强占禁营甘泉两岛 1月17日 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派出271-274号猎潜艇 近抵西沙永兴岛 执行护鱼护航任务 由海军渔林基地副司令员魏明森负责 组成海上指挥部 简称海指 以271艇为指挥艇 舰队出发前 总参指示我军坚持三步原则 不主动惹事 不先打第一枪 不能吃亏 17日下午 271编队抵达永乐群岛 发现南越4号舰正在骚扰我渔船 编队立即冲向敌舰 舰到271编队后 敌4号舰仓皇逃离 18日一早 396-389号扫雷舰从广州基地 281-282号猎前艇从汕头基地相继出发 前往西沙永兴岛集结待命 这里是沙盘演兵 用电子沙盘复现战争 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